小心眼,中甲气率直叫世界净旅后放狠话,永远不征召两位中超外援,随着9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的日益临近,各支世界强队也纷纷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大名单,而在非洲雄师卡麦隆的名单中,两位效力于中超的外援,穆凯乔和巴索哥意外的落选了,这在卡麦隆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作为2017年卡麦隆夺得非洲飞冠军的绝对功臣,穆凯乔和巴索哥,曾经都是国家队的中流砥柱,尤其世界业外援巴索哥还曾获得过非洲飞MVP,而穆凯乔也是卡麦隆昔日的国家队的队长,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政治巅峰的他们落选国家队呢?答案就是他们的新任主帅希多夫,在接受卡麦隆媒体的采访时, 希多夫谈到了两位中超外援落选的原因,这位前AC米兰传奇巨星毫不避讳地表示,两人之所以无缘国家队,就是因为他们效力于中国联赛,希多夫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穆侃乔和巴索哥继续在中超踢球,他们将永远不会重返国家队,希多夫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优秀的年轻球员是不会去向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国家这种低水平的联赛踢球的,所以我的球员们必须要明白,如果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接受了来自亚洲的高薪合同,那么他们将会丧失代表国家队比赛的资格, 因为我选的最好的卡麦隆球员都要在能踢欧冠的欧洲豪门俱乐部效力,这样我们才会有竞争力,从而取得好成绩,希多夫随后补充道,我也并不会向所有人都关闭国家队大门,国家队欢迎训练有素,并且勤奋的球员, 如果你在西亚踢球,并且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会招募他的,显然希多夫的一番话让中国球迷感觉,他是故意,看不上在中国联赛踢球的外援,或许归根结底,这位荷兰传奇巨星骨子里就看不起中国足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希多夫这么对咱们恨之入骨呢? 荷兰媒体NU透露,原来希多夫在执教卡麦隆,前曾在中甲深圳加赵叶有过一段执教经历,但当时在对战绩不佳的他,很快就被解雇,或许正是这段在中国不成功的执教经历,让他对待中国踢球的球员产生了偏见,这看起来让人感觉有些小心眼, 而对于布坎乔和巴索哥来说,如果希多夫真是因为他们是中超球员而拒绝征兆,那么这的确是件相当无奈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两位外援,能在中超用出色的表现,让希多夫收回自己的偏见,重新征兆他们,并且认可我们的联赛。 感谢观看